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經過了這個四天的連假之後 台北股市這個禮拜 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都會在我們今天節目 跟大家好好的來做一個報告 好 我們先來看圖卡 一開始節目 還是要跟大家來報告 我認為現階段 對於整個台北股市來說 應該要用什麼樣的詩詞 來形容是最為貼切的 就是這一首 就如同其實在上個禮拜 我想在假日的時候 我們台灣地震的消息 是不斷地做更新 那原則上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形容 我們台灣的生命力 或者是台股的生命力 用這些首詩都非常的貼切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深 你覺得這個火熄滅了 你覺得這個生命力好像結束了 它反而又會幹嘛 又會燃起了這個一線生機 又會欣欣向龍 其實在這一次的地震的事件 當然 其實郭文老師在這四天的連假當中 我們也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 除了股市的研究以外 另外我也特別針對 受債的地方 做了一些捐款 原則上 當然捐款不管是金額 還是單位我就不特別去說 因為我們不是要拿這個 來跟各位行銷 還是跟各位做一些什麼 POMO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不太需要 總之呢 我覺得盡我自己的力量 然後針對這些所謂受債的地區 那郭文老師盡一些自己的綿箔之力 拋磚引玉這個樣子 好 其實我這樣子講 為什麼 因為現階段來看 除了這個地方也外 台北股市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原則上 我們看一下這個假日的時候 美國股市的一個變化 那其實你看喔 在禮拜四的時候 禮拜四的道琼是出現大跌 然後禮拜五出現一個反彈 可是原則上 有沒有去收復 來 各位注意看喔 有沒有去收復禮拜四的跌幅 各位你注意看 這個是禮拜四的 我把它圈起來 禮拜四的跌幅在這裡 禮拜五的漲幅 是有一根紅K棒 但是那個收斂的力道 不是那麼強勁 好 我們再看這個 納斯達克指數 好 納斯達克指數 一樣嘛 類似的狀況 一根長黑K 禮拜五出現反彈 好 我們再看 費城半導體 我們一樣來看一下 費城半導體也是一樣 一根長黑K 然後呢 禮拜五有出現反彈 但是那個反彈的力道 並不足以去收復 禮拜四的一個跌幅 所以結論 簡單來說 為什麼會跌 禮拜四為什麼會跌 還是主要原因在於什麼 降息 因為呢 FED的一個聯準會的 會議紀錄上面 其實有特別去提到說 其中一位官員 認為這個降息 可以再延一點 不要那麼快啦 所以就導致禮拜四的大跌 禮拜五的漲 是因為非農就業數據 表現非常好 30.3萬人 來到近10個月以來的新高 所以呢 股市出現了強勁的反彈 那原則上各位看 這樣的K線結構 大概我們可以得到結論 今天的開盤 原則上下跌機會比較高 但是不至於太差 我先給各位下跌 你也不用自己嚇自己 你看到這個K線 你覺得很可怕 我覺得不會 你不要太擔心 今天開低的機會是高的 但是呢 你要尋找什麼 尋求買點 尋求好股票的切入點 我先講結論 我也給你信心 為什麼 我們一開始用這首詩 當作我們給各位的開頭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升 過去以來 你認為說 航行好像要跌了 是不是又漲上來 你覺得航行好像要回檔了 是不是它又繼續又漲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一下這個大盤 我們美股看完了 我們來看大盤 有沒有 這個大盤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兩萬點之上 其實蠻常出現黑K棒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你看這個地方 有沒有 我放大給你看 這個兩萬點 兩萬一 兩萬零一百 兩萬零兩百 兩萬零三百 甚至漲到上個禮拜二 兩萬零四百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盤面其實原則上 黑K比較多 代表什麼 信心啊 大家一看到漲上去 就想賣股票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一賣了你就追不回來 有沒有為什麼 因為航行又創高了 那航行又創高了 逼著什麼 前面賣掉的人 他不得不幹嘛 我又追回來了 我又去給他買回來 所以才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根紅K棒 有沒有 比如說像這裡 前面一根黑K 大家賣掉了 他又紅K又回來了 然後這邊也是 這一根黑K賣掉 隔天又一根長紅棒 又回來了 所以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現在的航行就是這樣 大家對於這個 我覺得這個航行 還會在漲 為什麼 因為市場還沒瘋狂 你看融資就知道了 你看法人動向 大概也知道 你看閃戶的心態 大概也知道 你看這個黑K 又知道嗎 黑K就代表 開高走力 大家想賣股票 你說這個航行有瘋狂嗎 你說航行有過熱嗎 其實都沒有 這答案很清楚 我們就舉一張股票 當例子 3583星雲 各位同學們你看 到了禮拜二禮拜三 航行還在幹嘛 這一檔股票還在創新高 那這一檔股票 就是我們一路以來 跟大家報告的什麼 來 3月5號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報告 那個時候 股價在268塊 我跟各位報告說 新雲跌下來 你不好好留意 不是很可惜嗎 那你看喔 從這裡 漲了多少 漲了30%了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來 德國股神 科斯托蘭尼 他講過一句話 對猶豫不決的人來說 航行不是太高 就是太低 而決定進場 不是太早 就是太晚 對不對 1萬6 1萬7 你那個時候覺得 已經覺得很高了 但是航行 一路給你漲到什麼 給你漲到2萬 給你漲到2萬0100 等到2個月3個月 未來的2個月3個月 你回頭再看今天 你又會覺得 這個地方是好買點 那反而呢 你有時候決定 不是太晚就是太早 就是說 有時候 你明明就想要買 但是呢 你又等到它漲上去了 你才進去追 那有時候就會追高 對不對 太早或太晚都不好 太早你買了 買了不會動 太晚買了 反而會追高 反而什麼 我們跟大家報告的點 都是幹嘛 最適當 最貼切的一個位置點 那你再看 來 像2317的紅海 有沒有 我們那個時候跟大家報告在哪裡 在3月12號 開盤之前 我們跟大家報告 航行一路從多少 一路從100塊 漲到多少 漲到159塊半 漲了45% 航行的表現也是相當相當驚人 原則上 那星雲是因為台積電 COAS的一個什麼效應 先進制神 那鴻海是因為GB200 還有一檔股票 2382的廣達 也是因為GB200 黃仁勳這個最新的晶片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講一個資料 大家特別去留意一下 GB200幾乎可以成為標股上漲的密碼 跟它沾到邊的其實都有機會 所以呢 除了偽創 偽影 各位投票們你看 偽創偽影在禮拜三的時候 是不是開始反彈 開始動了 偽創是有機會的 它已經符合三位一體 技術面 基本面 籌碼面 它的形態 它的架構 各位投票們已經來了 你注意看 它的架構已經出現 基本面沒問題 技術面進入到多頭走勢 然後呢 所謂籌碼面 法人也開始買進 各位對不對 像6669的偽影 是不是 禮拜五啊 平地一聲雷 禮拜三啊 更正一下 禮拜三 平地一聲雷 攻到什麼 漲停板的一個危機點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你接下來要注意什麼 這六檔股票 這六檔股票 都會跟GB200有關係 所以你看了鴻海 你看了偽創 偽影廣達 這些股票漲上去之後 另外還有誰會補漲 各位 這份資料相當相當的重要 請各位想要鎖取的 輸入我們帳號 小老鼠 MORE888 記得 輸入關鍵字要打200 為什麼打200 因為GB200 好不好 輸入我們這個帳號 atmo888 先來鎖取這一份資料 廣告時間 可以來掃瞄我們的QR Code 以及呢 輸入我們這個帳號 來畫面先給我 謝謝 來我跟各位講 QR Code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先做掃瞄 如果是長輩的這個投資好朋友 先在這個地方做掃瞄 或者是輸入我們的QR Code 小老鼠 MORE888 等一下回來 會繼續跟大家報告 今天會漲什麼股票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廣告一下 帶回來 好加入我們的LINE了嗎 先加入先來鎖取這一份 重點的資料 這個GB200出現了大漲之後 我們看圖卡 這個大漲之後 後面你該怎麼做看待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舉了很多例子 偽創 偽影 廣達 紅海這些都漲 他們通通跟GB200有關係 所以 AI還是整個非常長線的發展 所以先加入我們的LINE 帳號在下面 ATMORE888 小老鼠MORE888 先做輸入 先掃瞄 然後呢 先取得這份重點資料 我們再來看 其實 各位其實同學朋友 你去看一下 我剛才講 因為GB200這個東西就是AI AI跟台積電也有關係 其實最近台積電在日本 在熊本設廠之後 其實利多消息也是不斷 為什麼 因為他們擴廠的速度很快 跟美國比起來差太多了 風土民情不一樣 在日本 第一個補助來得快 建廠建得快 所以為什麼這一波 不管是星雲 還是我們你看 畫面上看到的 3月22號開盤前 我跟你講的雅翔 你看喔 漲多少 漲多少 漲四成 漲四成 從這裡喔 那個時候股價在189塊 189塊 然後投信開始青睞 對不對 那個時候投信開始建倉 開始買進 不管是00940 還是00944 這些相對的持股 開始進場 一口氣漲了四成 非常強勢 非常強勢 所以各位你看喔 行情股票其實就是這樣子漲 第一個題材要對 第二個技術面要對 第三個籌碼面要對 基本面技術面籌碼面 所以我常跟各位講一個 一個觀念是什麼 來我跟各位報告 什麼觀念很重要 第一步動作對了 你的獲利就會來 而且呢 我希望大家是怎麼做 你要找的分額是領先市場法人資訊的 你看喔 我們有沒有事先跟大家講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來比如說像 亞翔 我們有沒有事先跟各位講 比如說像紅海 我們3月12號講 亞翔3月22號講 都領先講 再來2404的漢堂 4月1號我們開盤前 中式的節目 盤前解析 我跟各位講 他的借券大幅度的提高 有一句話叫做 有借有還 怎麼樣 再借不難嘛 對不對 所以你想一件事情 你想一件事情 當外資這些券借了很多時候 他後來會怎麼樣 你說說看 後來會怎麼樣 要還嘛對不對 要還啊 要還你看 有沒有 是不是就漲了 我跟各位報告過 是不是就漲了 好再來 還有很多的相關個股 六四一四的化漢 3月19號禮拜二 你還記得嗎 回想一下 記不記得 有人說不記得對不對 有人說記得 有人說不記得 沒有關係 來 有圖有真相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3月19號禮拜二 這一天 化漢的股價在291塊 那個時候大家都不理他 為什麼 因為他還沒漲 那我說他是AI相關 他又是ETF940 00940 很有機會納入的成分股 那你看喔 從這裡 291塊 一路漲到376塊 那當然你會說 溫老師啊 最近這幾天 六四一四的化漢 拉回 拉回好啊 對不對 拉回好啊 難道他一直漲 各位都沒機會上車啦 拉回反而是好事 拉回你是要去 因為 我跟各位講 很多股票當他拉回的時候 你要看的是 他結構有沒有改變 基本面有沒有變 沒有變 技術面有沒有變 還是多頭 還是多頭 MACD一樣呈現什麼 飛龍在天 這還是多頭 還是什麼 塑造體還在紅色 法人有在賣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是法人暫時性的賣操 賣到這裡 打到這邊 我跟各位講 支撐線差不多到這邊 其實就有機會指紋 差不多到這邊就有機會指紋 這個也可以後續性 再持續性的做留意 除了化害以外 2308的台達電 你看我們也是事先 跟大家做報告 你看喔 台達電我們進場 位置在哪裡 打信號那個位置 當然你會說 威威老師真的嗎 對不對 真的是這樣子嗎 來各位投票 你看喔 打信號這個位置 2024年3月21號 恭喜會員逢低進場 2308台達電 大賺20% 你看 當天3月19號的節目 我跟各位講 我要進軍這一檔 揮打加上ETF的概念股 對不對 我還給各位看這個圖 3月19號 給各位看這個圖 後來是誰 就是他嘛 2308台達電 你看這個區間 是一模一樣的 你注意看喔 我換個顏色喔 來這個區間 是不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在挑選個股的時候 我都會去選擇什麼 第一個 符合三位題 第二個 基本面良好 然後本益比盡量不要太高 為什麼 因為你本益比太高 你就會容易有什麼 追高的風險 我說的追高 不見得是位置很高 而是你買在它價值很高的位置 我舉一個例子 我舉一個例子 朋友 我們看一下最近像這個3661的四星 他是股王很好 可是如果你買在4000塊以上 你到今天也是套牢 對不對 好 我們剛剛講的圍影 今天可能很多人會很開心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禮拜三要漲停了 可是如果你買在2500呢 你到今天 也還沒解套 對不對 你買3443創意 喔 連漲幾天好開心 可是請問一下 你買在1800 你會開心嗎 你也不會開心 今天解套了沒 還是沒解套 所以我說的買進 除了追高 是除了位置高以外 也有可能什麼 你買在它價值高估的時候 巴菲特講的價值投資 什麼叫價值投資 你要買在它價值被低估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買 你的勝率就很高 可是如果你買在它價值被高估的時候 這個時候如果市場上沒有人幫你推升 沒有人幫你抬轎 它股價就會下來 你看創意不就這樣子嗎 對不對 1895塊跌到1215塊 反彈到1300 你今天還是套牢 各位對不對 那你看2308台達電 我們當初選擇 來台達電 我們在這個地方 這麼低的位置做買進 對不對你看一下 到這裡反彈上來 我們為什麼這邊要選擇賣掉 因為我往前看 這裡賣壓重重 這邊反壓就開始出來 所以我告訴我們的會員朋友 來 3月25號這個地方 開盤市價獲利賣出 大概在360附近 市價獲利賣出 先賺在口袋 你看一下 今天的台達電是不是回檔 你注意看喔 你看台達電是不是回檔 我們賣的地方是最高點 真的幾乎快最高點 我們賣在360 最高是365 我們很多會員朋友都說 老師真的賣得很漂亮 近的漂亮 出的也漂亮 所以我說後續還有 我們操作邏輯 都是用這套邏輯做 第一個選擇價值低估的 第二個選擇本益比偏低 第三個選擇好公司好股票 這樣子你才能夠具備什麼 長期獲利的契機 而不是去找很投機的 我來讀讀看 這樣不行 你對一次未來十次都錯了 這樣對你是沒幫助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看除了台達電以外 還有什麼呢 波羅威一樣 波羅威我們做了兩趟 賺了35% 還有 來 這是簡訊 簡訊已知證明 當然這是二月份的 我們就不要再重複太多 我們還是要跟各位講說 我們波羅威賺了兩趟 再來 高利 有沒有一樣 三月十九號開盤前 我們公開跟大家看好 是不是漲多少 漲了百分之二十 沒錯吧 漲了百分之二十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跟各位講 春風這個什麼 春風燒不去野火吹又升 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千百次的猶豫 比不上什麼 一次的行動 可能你想了很久 這個 魏老師這邊 到底有沒有辦法 幫助我找到什麼 找到好的股票 幫助我找到會上漲股票 其實 比不上什麼 一次的行動 想再多 總比幹嘛 總比一次的行動 來得有用 好 所以我們跟各位報告 其實很多的行情就是這樣子 你要找的是什麼 股票一點名 就會動的分析師 還是要找一點名 都不會動的 可能講了很多股票 但是都不會動 但是你看我們幹嘛 我們是精選 你看我們跟各位講什麼 台達電 有沒有 我們跟各位講台達電 講了隔天馬上漲 講了隔天馬上漲 這個就是關鍵 我們跟各位講什麼 我們跟各位講亞翔 廣達 鴻海 這些股票 你看到每一檔都是名門正派 你自己看 每一檔都是成交量非常大的 這些相關的個股 我覺得大家操作起來 就會非常的放心 非常的安心 好 我們再看一些相關的個股 我跟大家報告 你看除了這些股票以外 我們舉一些例子 各位你看像這個 4961的天域 這一檔個股也是宏家軍的 你看它有沒有符合我們三位一體的邏輯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其實都符合 它有AI邊緣運算 然後還有什麼 它的MACD是不是站在多方 有沒有注意看 都是站在多方 等待法人買進 各位這股價就會漲 前面已經漲過一波 前面已經漲過一波 再來3260威鋼 有沒有 這個股價 禮拜二的時候拉回反而是好事 為什麼 拉回的時候 你看一下技術面有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還是呈現飛龍在天 再來 它的籌碼 是不是還站在多方 對不對 還是站在多方 再來這一檔 5258的紅寶 這一檔一樣 我們一樣在D檔 先做卡位 先做布局 你看一下技術面 一樣站在多方 它是工業電腦 也跟AI 跟這個電子支付 都有關係 這一檔股票 本益比也是很低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 這幾檔股票 基本面好 本益比低 技術面翻多 這些都是很好的標的 那我們再舉一些股票 當例子 有些股票轉強 有些股票轉弱 我們都跟各位來報告 像這個3032尾訊 這慢慢慢慢的開始翻多 我們之前不是跟各位講過嗎 有沒有 這裡也是我跟各位報告過 它是慢慢慢慢的翻多了 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6679的 這個郁泰 現在什麼 進入到慢慢 變成什麼 小幅度的空方格局 所以這個股票 我覺得就要變成比較整理了 就不能夠做太多的期待 6799的來捷 這個也是 這個也進入到什麼 空方的格局 但是我之前跟各位講過了 3035的智原 是不是開始反彈 有沒有注意看 我們底部跟各位講了 雖然沒有漲很多 但是你看 底部我們是不是抓得很精準 這邊開始出現反彈 5483中美金 這邊 它是進入什麼 00940 成分股票 這邊開始整理 再來2454 聯發科 這裡也是整理 6176的瑞宜 這裡也是整理 6121的星浦 也是整理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 00940這些成分股票 雖然沒有漲 但是有沒有轉空 沒有轉空 再來看 3005神機 也還沒轉空 2385 群光 這也沒轉空 可是呢 他們需要整理 所以套用一句 電影裡面的話 叫做 讓子彈飛一回 如果你手上持有這些股票的 我不是很建議這邊殺地 因為它會有機會反彈 但是反彈之後 要積極幹嘛 積極做調整 換到我們 跟各位報告這些相關多方強勢股票 你才有機會上漲 比如說你換到鴻海 有沒有 像偽創也有機會再漲 偽創開始翻多 廣達 是不是 也是開始上漲 這些股票 才是各位賺錢的好機會 否則其他相關的個股 你可能 就可能還要花一些時間等待 我們剛才講過像 比如說像2421的見準 這個也是站在多方 那你看 3583星雲 對不對 你看它這一檔股票漲之前 它有沒有經過整理 有喔 這你看 漲一根紅K棒 整理兩天 整理兩天 再連續漲三根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當它跌下來的時候 技術面有沒有翻空 MACD有沒有翻空 沒有翻空 重點在這裡 所以當一檔股票跌的時候 你要冷靜看待 到底是偏多還是偏空 你必須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做判斷 那當然最近 有一些相關的股票開始慢慢在動 我們剛才也舉過 像2404漢唐 是不是開始動 然後有一些軍工類股 我們講過 像一席有沒有 從這裡整個 Nike V型反轉 對不對 是不是大幅度反彈 然後26 這個2634漢翔 這檔股票慢慢慢慢 也幾乎面呈現 翻多了格局 我覺得也可以稍微 後續 開始陸陸續續做一個留意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下一波行情 我要大舉進場 還有相關AI的股票 我覺得都還有機會 做一個什麼進場的動作 所以投票 讓委員帶領各位 進場 賺大錢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我們再次見 期待 一會兒 我們再次見 相當身體 會油